花蓮太平洋观光节跨年演唱会 12月31号晚间将在花蓮东大门广场登场 花蓮县政府观光处为了培植花蓮在地的表演人才 特别举办了太平洋新秀争霸战 最后六组队伍进入了决赛 是由东岸纯爱荣获了太平洋之心 获得了跨年演唱会正式演出的机会 花蓮县府观光处举办的太平洋新秀争霸战 希望透过公开甄选海选方式发掘花蓮表演新秀 提供表演者展露头角的舞台 经评选出的六组队伍进入决赛 14日决赛邀请业界专业人士担任评审 因为辨识度真的非常高 而且我觉得你们这六位在台上的整个表演 整个的完整性是非常完整的 全部都在这个歌里面 包括所有团员的动作 鼓手当然不用讲述他动作最大 对不对 而且他的点非常非常的准 每个的那个那个叫什么花样 很多 你的所有的古典在这首歌里面 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为这样在唱歌的部分 他主上唱的部分也会唱得非常过瘾 我觉得你们整体的表现真的非常好 动作啊各方面全部都在这个歌里面 这是我对你们觉得 今天我看到所有的表演里面 我觉得你们是最完整的部分 这是你们团的特色 你们有你们很多的生活的历练 包括你们在你的音乐上的表达 我觉得把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 你们会是台湾独一无二的一个 不管是台语歌曲也好 国语歌曲也好 能够做很棒的原创 而且重点是 我觉得你们很爱花莲 你们把爱花莲这个心 写在你们的创作里头 我觉得真的很棒 所以你们今天是真的符合我们太平洋新秀非常棒的一个演出 最后由《东岸纯爱》成为太平洋之星 获得花莲太平洋观光节演唱会舞台登场机会及奖金 其他舞组这获选超人气之星也将带来暖场表演 今年的这个跨年呢 在花莲除了我们这个演唱会之外 我们在隔天在我们的花莲七星坛呢 也有这个战机迎曙光的一个活动 那欢迎全国的游客到花莲来 除了参加演唱会之外 也在我们的国际东大门夜市 还有各大商圈走走看看 我们可以买到精美的伴手礼 以及花莲在地的一个美食 那到隔天的早上就到七星坛来 战机迎曙光 我们欢迎全国的游客到花莲 花莲太平洋观光节跨年演唱会 将于12月31日在花莲市东大门广场登场 当天将有19组花莲歌手齐聚花莲演出 并邀请睽違九年 重返花莲跨年舞台的亚洲天王任贤奇 担任倒数嘉宾 陪伴花莲民众迎接2021年 接着讲帮演花莲市报道